那么接下来就抓紧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 我们一起来看看跟身体的构成部分有关的词 这些词一般来说都是一些固定的用法 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记牢 我们还是来看一个小题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那么符合这种描述的只有最后一个 那么其他两个 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看跟脸 顾有关的习惯的表达 彼はこの辺りでは顾が売れている 意思是他在这一代很出名 顾が売れるというのは世间に広く知られるという意味です 那么希望大家能记住顾が売れる这个用法 它的意思是广为人知有名 接下来我们来看 彼はとても顾が広い 他交际特别广 顾が広いというのは交際範囲が広くて 他后面に知人が多いことです 顾が広い意思是交际范囲广 认识很多层面的人 私はその店に顾が利く 我在那家店有面子 顾が利く意思是有面子吃得开 つまりよく知られていて 特別な使いをしてもらえること その次 親に合わせる顔がない 意味没脸见父母 顾を合わせる 就是会面的意思 接下来 上司の顾を立てる 给上司面子 顾を立てる 就是给面子 不让人丢脸 那么相应这个自动词是たつ 我们也可以说 顾が立つ 意思是有面子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跟眼睛 目有关的一些用法 目が回るような忙しさ 忙得头昏眼花 那么目が回る 意思就是头晕 全晕 目眩がする 当然也可以用来修饰忙 或者说速度快 顾をの様子が 目に浮かぶ 眼前浮现出故乡的样子 目に浮かぶ 这个比较好理解 就是浮现在眼前 目を疑うような光景 令人怀疑自己眼睛的情景 目を疑う 就是怀疑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子供から目を離す 疏忽孩子 目を離す 视线离开 不朝那边看了 当然就是疏忽的意思 突然のプレゼントに 目をマルクする 因为意外的礼物 而睁大了眼睛 主要用来修饰吃惊 目をマルクする 就是眼睛睁得圆圆的 睁得很大的意思 目を引くデザイン 引人注目的设计 目を引く 当然就是引人注目 目が覚えて眠れない 精神兴奋 睡不着 目が覚える 意思就是头脑清醒 没有睡意 接下来 大事なものを 目が届くところに置く 把重要的东西 放在眼睛能够看到的地方 届く 这个词的意思是够得到 那么目が届くところ 当然就是视力 所能够看到的地方 也就是视线范围之内 接下来 子供の将来を 長い目で見る 用长远的眼光 看待孩子的未来 長い目 当然就是指 长远的眼光 彼は 絵画に対して 目が超えている 他对绘画 很有鉴赏力 这里所说的 目が超える 意思是 有鉴别能力 类似的表达 还有 目が高い 接下来 我们来看 跟耳朵有关的 首先是 耳を閉ます 意思是 注意听 也可以翻译做 聆听 接下来 子供の話に 耳を傾ける 倾听孩子的话 耳を傾ける 意思就是 倾听 侧耳倾听 接下来 子供の音が 耳に触る 施工的声音 很刺耳 耳に触る 是刺耳的意思 聞き流すことが できない 接下来 親の小音に 耳を傾ぐ 不想听 父母的牢骚 耳を傾ぐというのは 聞かないようにする という意味です 耳を傾ぐ的意思 就是 不听 その次 彼は 私の話に 耳を貸してくれなかった 他没有听我的话 耳を傾す 就是 听 或者说 想听 つまり 相手の話を聞く あるいは 聞こうとする 接下来 CMの音楽が 耳について 離れない 宣传的音乐 久久的 营绕在耳边 不能够忘记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几个 跟鼻子有关的 彼女は 美人を 鼻にかけている 她总是 炫耀自己的美丽 鼻にかける 意思就是 炫耀 自以为是 自慢する 立派な息子を持って 鼻が高い 有一个了不起的儿子 很是骄傲 鼻が高い 意思就是 骄傲 自豪 誇りに思う 彼女の態度は 鼻につく 她的態度 让人逆反 鼻につく 意思就是 讨人烦 讨人嫌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几个 跟口有关的 彼女は 口が重い 她少言寡语 口が重い 意思是 沉默寡言 不轻易说话 つい口が滑った 那么 接下来 頭を抱える問題 意思是 伤脑筋的问题 その次 彼女は 頭がよく切れる 她頭脑特别聰明 頭が切れる 意思是 脑子转得快 聰明 彼女の努力には 頭が下がる 她的努力 令人佩服 頭が下がる 低头 当然就意味着佩服 最后 我们还是来 做一做練習 練習1 その1 彼女の 人を見下した態度が A A 鼻が高い B 鼻につく 选项A 鼻が高い 我们刚才讲了 是自豪 骄傲的意思 而选项B 鼻につく 是令人讨厌的意思 所以这一题 我们应该选择B 他看不起人的那种态度 令人讨厌 2 あの人は 口が A 滑っている B 超えているから そのレストランの料理では 満足しないでしょう 选项A 口が滑る 意思是 不小心说漏了嘴 而选项B 回答的时候 很伤脑筋的问题 4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そしていただけると 私の A 顔が立ちます B 顔が聞きます 这一题 我们应该选择 A 顔が立つ 意思是有面子 有面子 要是您这么做的话 我就有面子了 那么选项B 顔が聞く 虽然有的时候也翻译成有面子 但是实际上 这个词的意思是 吃得开 因此在这里不适用 第五题 彼の努力 彼の努力には A 頭が下がる B 合わせる顔がない 这一题 我们应该选择 A 很佩服 她的努力 选项B 合わせる顔がない 是没脸见的意思 6 美しい歌声に A 耳を傾けた B 耳を貸した 这一题的正确答案 应该是 A 倾听 优美的歌声 选项B 耳を貸す 主要是用来表达听 或者想听 别人的话 或者意见 7 彼女はそれを聞いた途端 驚きの声をあげた 我们在剧中 发现了驚き 吃惊 因此我们可以选择 3 目を丸くして 眼睛瞪得很大 她一听说这个 就眼睛瞪得圆圆的 惊讶地喊了起来 第一个选项 顾を立てて 意思是给面子 第二个选项 口が全て 意思是说漏嘴 第四个选项 鼻をかけて 意思是炫耀 最后我们来看第八题 女優の中でも 彼女は特に美しい女性です 第一个选项 目を引く 是引人注目的 我们说这个答案正好合适 她即使是在女演员当中 也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 漂亮的女性 第二个选项 目にふかぶ 意思是浮现在眼前 第三个选项 目をたがう 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第四个选项 目が回る 意思是头晕 主要是形容忙 或者说速度快的 因此都可以排除掉 好了 今天我们的练习 就先讲到这里 好看 好看 谢谢观看